上周四,在由洛杉矶香港论坛主办的百年建党丧礼上,来自中国大陆的威尔逊表示,中共自建立那天就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毒害。 那共产党他讲他的不忘初心是什么意思? 他的初心就是从他开始,就是打架劫色,说白了就是杀人越货。 这就是共产党的初心,就是一个纯粹的犯罪集团。 威尔逊回忆,他的家族在这一百年中,家中长辈都因为地主身份被游街批斗,备受打压。 子女不仅不得上学,结婚对象也必须同样来自地主家庭。 我们家族正是因为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,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。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是做噩梦,梦到我居然被共产党枪毙了。 正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,威尔逊来到自由的美国后,便一直力所能及地帮助香港人争取民主和自由。 他认为,以中国当前的条件,人民需要享有投票权、生育权、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。 现在的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,那完全是被共产党糟蹋的,被共产党荣烈的。 只要中国人有好的制度,只要中国人有真正为老百姓考虑的领导人,那老百姓真正的有自己的投票权的时候,这才是真正的中国。 他表示,香港人竭尽所能争取自由,让他看到了希望。 他相信,在中国人觉醒后,相同的抗争场景也会遍地开花,届时,中国将重获自由。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,郭月希,洛杉矶采报报道。